1月9日,一段江苏淮安金湖县一家四口被杀的视频被大量转发 网传警方通报显示,1月8日11时许,警方接到报案称,其亲戚全家可能被杀,一家人躺在地上 离城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,现场为一幢二层独立洋房,门窗均完好 民警进入后发现屋内一楼地上躺着四人,经120及101现场初步查看四人均死亡 经了解,死者为一家四口,系夫妻两人及女儿张某,外孙女,其中外孙女仅17岁 事件发生后,当地居民向记者介绍,凶手是张某的二婚丈夫 听说是张某私自处理了南方出装修款的房屋 两人闹离婚时,南方向张某索要装修款,张某未退还,双方产生纠纷最终发生了惨案 另有居民称,凶手系当地交警部门的一名辅警 针对该情况,1月9日,记者联系到黎城镇派出所所长 表明采访意图后,对方立即挂断电话 随后通过电话、短信等再次联系对方,但均未得到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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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